美国太空总署当地时间3号在约翰逊航天中心公布了9人的名字 他们都是商业载人太空舱的第一批宇航员 为何这项宣布让台下的观众如此振奋呢 这是因为美国航天飞机在2011年退役之后 美国如果要送宇航员到太空站 这必须依赖俄罗斯的太空舱 而且政府需要为每位宇航员支付几千万美金的船票 为了摆脱依赖 2014年波音公司和太空探索SpaceX 从太空总署获得合约 个别研发出角龙号以及星际号太空舱 这次重选的9名宇航员 其中两人是女性 除了三人之外 其他人都有宇航的经验 波音公司和太空探索在今年底或明年初进行试飞 而这一批宇航员有望在明年从美国境内升空 NTV7综合报道